免布线指纹公寓所微信动态零时密码操作如下 我们先修改出场的那个管理密码 然后我们系统设置 他首先要把这个时间也改一下 这个时间我之前改过的了就2020年 然后051218点18分 然后我们 然后我们再修改到房间号 我们出厂的时候房间号都是三个八的所以我们要改一下房间号也是三位数第一把手改 我们改成001 然后我们全部退出来 然后我们再打开手机里边微信 然后我们 打开发现那里 点开小程序 然后我们搜索这里 然后搜索这DLock 然后我们点击进去 这个是唯一售权给他了 然后我们输入这房间号是001 就这把手改好的房间号 然后呢管理密码是四五六七八九 生成 那这个动态里是密码是八一二七七零三个四二七零 那我们现在就输入一下 先唤醒这个锁 comma 七五六六八五八七七零 八一二七七零 三个四 一二三 二七零 进 这样子 是的 好